欢迎收看有雷科技推出的Breaking News 让我们感谢来看一下今天说报科技圈的是什么 苹果iPhone一直是业内设计的标杆 从iPhone4开始 你总是能在很多国产机身上看到苹果手机的影子 尤其是在去年iPhoneX出现后 国产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跟风 而苹果未来的产品会长什么样子呢 脑洞大开的国外网友便设计出了一款可翻盖的苹果手机 该机在iPhoneX的基础上多了一个翻盖 设计灵感可能来自于三星的W系列 其最外侧的屏幕分辨率不高 仅用来显示时间、日期、信息以及接打电话 这样做也是为了降低整款手机的功耗 其翻盖内侧以及机身上 各拥有一块5.8英寸的异形全面屏 翻盖通过一个特制的脚链与机身连接 最大卡壳角度为160度 这样做可以提供比iPhoneX大一倍的显示区域 用户可以将翻盖内侧的屏幕作为主屏 而机身上的屏幕作为操作区域 同时配合这样的设计 在浏览网页、阅读文档以及漫画时会更加的方便 该机的机身延续了iPhoneX的风格 采用2.5D玻璃面板加金属中框的组合 此外也使用了数式双摄 自中心XM折叠手机出现后 上图的概念翻盖iPhoneX 也可以说是折叠手机的另外一种形态 或许在未来 为了便携以及更大的显示、操作范围 这款概念机会成为现实 不过苹果也需要解决好该机的厚度、重量以及功耗问题 难道iPhoneX的刘海是作为翻盖的铺垫吗?